Krissy 我想問一下你今年Membership 我們有什麼想法和搞頭 今年我就覺得是很特別的一年 除了是我們來50周年之外 還有就是有一個全新的服務 全新的服務都是你說的 其實我們今年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幫各位Member 在你生意上如果有什麼 Operation 遇到的問題 例如法律的問題 例如可能想有些不同的 Consultation 或者Referral 其實我們都會去提供一個服務 幫助在辦公室的 我們都會盡量把我們的網絡 Referral 給大家 之前有會員好像提過 做完單生意收不到錢 連這種服務我們都會幫忙 對 我們都可以說一下 有什麼可以搞一下 OK 除了我們會開始提供這類的服務給會員 我們還有什麼要做呢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接下來還會有兩大方向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繼續提供 不同系列的討論 跟著還有一些平常的活動 關於討論來說 我們分了三大項目的 第一就是一個技術的討論 因為無論你是做Fashion 製造好 製造好 甚至Fashion 或其他人都好 我想大家對技術的 是走不掉的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系列 ABCDE的系列 那是什麼呢 你們自己看看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關於商業 很多人都可能很想回大陸做生意 或者不知怎樣進去 我們都邀請了一些在大陸很多年的 香港人是很資深的一些人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另外一些比較實際的 等等的討論 與此同時 今年我們都有一些 除了是很專業關設計師的東西之外 我們都很注重到一個 又可不可以叫身心靈呢 一個well being的東西來的 就是我們今年會有一個 義工服務 希望想等各位的會員 各位會員 可以除了自己參與之外 也可以跟你們的小朋友 家人一起參與 我覺得 不是自助設計 我們可以做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我覺得很多設計師 經常都做到很晚 都未必有時間 照顧一下自己的家人 或者未有機會 跟家人認識一下自己的朋友 或者同事 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很多委員 或者很多委員 都有提出過 原來他們都很喜歡做義工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挺好的活動 有機會可以大家一起參與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是 專門給學生的 一個社會的社會 這個社會 雖然是專門給學生 但是我們的專門給學生 但是我們的專門給學生 其實都是一個 可以成為一個社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去令到設計的人之間 有一個成長 在裏面 這個我覺得都算是一個 很好的活動 剛才 Krissy介紹的就是 會員活動 其實只是說會員活動 基本上每個月都有不同的活動 我們還未說 其實我們整個會 在過去一屆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個大項目 在做的 很多人認識 DA 就是GDA 主要是搞GDA 當然GDA 在75年到現在 是做得很成功的 也是一個很有知名度的比賽 但其實DA 都不只是做DDA 在上一屆 我們其實已經做了很多個項目 都有傳給大家看 喜歡的話 可以看Facebook 我們都會很大樣地說一下 其中有幾個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 也都是我們ECE 我們委員 用了很多時間 向政府申請的 我自己覺得很好的一個項目 就是SIDA 其實是政府會支持 我們在香港 支持我們設計師協會 會幫助香港設計師 去參加國際的比賽 參加國際比賽都成本很高 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 你的作品可能都很不錯 但是 你參加了這個比賽 可能你又不敢 申請第二個 因為每個都是 要Pay 那個 Entry fee 如果你的作品 在香港 幾個比較重要的設計比賽 本地設計比賽裡面 你有贏過金獎銀獎 其實 你可以 所以我們會 免費你的 免費 如果你贏了 我們還會 贏了 你們贏了之後的 那些 Publication fee 等等的費用 最高是有二十幾萬 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們 去年已經一直在行的 這個項目 來年我們還會繼續 向政府申請這個撥款 繼續支持這個項目 暫時成績都做得很好的 也有一個項目 我們叫DXT 就是設計成員科技 我們設計師協會 和Science Park合作的一個項目 剛剛完成了 整件事 成績 真的比我們預期好很多 有六十幾個隊伍 由設計和技術隊伍 配合在一起 去申請我們這個項目 當中 最後我們有六十幾間公司 一路上課 一路慢慢 improve篩選 最後我們 final十幾間公司 也有得獎的公司 這些項目都是很有趣的 能夠將我們香港科技 和香港設計的力量 帶出來 這些都只是我們一小部分的項目 我們去年做了十幾個項目 有機會都可以在我們facebook 看看我們的帖文 我們有仔細的介紹 如果有興趣去參與我們不同的活動 我都很encourage大家 多些來出席 我們的活動 剛才Chris提到的討論 其實很多 連我自己都很想加入 有很多其實很實際的事情 包括 有些例如教你如何 將你的產品 擺上Kickstarter 我們有很多成功的委員 或者會員的例子 他們都會來分享 甚至我們會邀請了一些外國專門 幫人上Kickstarter 的一些公司的顧問 來給我們意見 剛才提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問題 甚至有些可能有不同類型的 一些 contract 的內容 business model 的一些分享 剛剛都完成了一個 各式各樣很實際 我們希望幫到會員的生意 還有我們也有不少是做做referral的工作 這些等等都是我們後面的努力中 一步一步 作為一個二十多位的醫師 從來都是義工來講 我們是很盡力的 希望我們會員可以幫到業界做到一點點 還有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幫忙做了sitter 然後就令到獲獎的人輕鬆些去獲獎 因為可能那些錢在錢上面比較鬆弱 希望不是用錢做你的 錢不是一個障礙 是的 沒錯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想 又說回錢的時候 真的有一件事 其實香港有很多的 funding 大家都有人聽了一些 例如 最多人說的是科技卷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知道 或者有些人都知道 其實香港人做很多的 但是可能一個 kickstarter 我又想試一下參加 我又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們接下來 都會有其中一個 talk 都是去介紹 全香港究竟有什麼 的 funding 是適合designer 可以去 join 這個很棒 還有如果還有一些 出名一點的 例如科技卷 這個我們又可以 怎樣可以用到它 那些錢寄然政府 放得出來 科技卷 BUD 都是很幫助的 但是其實我想 很多人是 可能聽就聽過了 但是其實真的不知道 怎樣開始 怎樣 apply 但是其實我們很多會員 都已經 apply 了 我們有很多醫師 都拿過這些資源 那會不會你們有興趣的 都可以在我們的 talk 就是聽到這些分享 給大家一些資源 最後我們都想提多一件事 就是因為去年到現在為止 都有個疫情 大家都不太敢去搞一些活動 或者去見面 但是現在都開始成熟了 所以我們都開始想慢慢 每個月希望有一個 talk 去逐步逐步有一些 event 在我們會發生 如果想知道更多資訊 就記得緊貼我們HKDA